今天还不知道要不要上班啊 因为昨天晚上突降大雨 现在他们告诉我等电话 等电话就是最烦的了 因为你哪儿也去不了 那么今天试吃两种糖啊 这个 反正我有朋友告诉我 国内的朋友告诉我千万不要买啊 但是我看外国人吃的津津有味啊 所以我就买 决定还是试一下 这个两个糖打完折都不贵啊 这个一块一毛八 这个一块四 这个是在澳洲这边非常常见的糖啊 就感觉这个扭扭的 是不是 特别像这个狗粮 拿出一个看一下啊 就是长这样 它最最常见的是那种长条形吧 这个可能是切短了 闻上去就是香精的味道 哦 是软糖来的 然后它还不是那种QQ糖 哦 天啊 而且这个是 Raspberry啊 这负盆梅的味道 啊 这个糖真的是 要多难吃 有多难吃 它简直不理解 为什么外国人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只能给一个负分的评价 哦 而且绝对值很大 然后这是 我现在觉得国内那个告诉我这事的朋友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因为不应该多这个死啊 非常难吃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种 它有三个味道啊 分别是 不 它有三种颜色 分别是黄的 粉的和绿的 试一下这个吧 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教学费 首先是这个黄的啊 我们感觉是不是都很像狗粮 不像人粮 但我这真的是在人粮去买的 哦 这个黄的应该是橘子味的 它像什么呢 它像是你在嚼一个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 像在嚼一个橘子味的烤羊糖 然后碎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那种 牙膏状的 它不是那种像中华那种粉很细的牙膏 它有一个像那个 高露节有一种 不是 加节市有一种那个 很粗颗粒的牙膏 美白的那种牙膏 吃到最后就像那美白牙膏的口感一样 就非常粗的那个颗粒 非常的糟糕 再试一下这个绿 虽然我非常想说它是苹果味的 但它吃着像一种香料的味道 哦 天哪 口感是一样的 都是刚开始进去像嚼口羊糖 最后变成牙膏 天哪 最后这个红的 这个红的肯定是来自于什么梅 但是也肯定很难吃 哦 这三个东西都是一个味的 都特别难吃 最后说一下热量 这个每100克1420千焦 这个每100克1690千焦 不过我相信这两包汤 我最多也就吃这四块了 再也不会多了 这估计离仍不远 介于没什么东西 我们再开一个比较神奇的啊 开一个这个 这个 snaps啊 这个是澳洲非常有名的饼干 之前我们吃过一个那样事的 然后现在看这个这个感觉像是被炸过啊 就卷起了 我们再试下这个 这个饼干热量也还蛮高的 每100克1860千焦啊 这个 不过这个味道呢 看上去就 有点崩溃啊 这个叫做甜椒和酸奶油啊 我觉得有酸奶油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隐约感受到了黑暗料理的味道 它都是这种一丝口的 特别讨厌它这种一丝口 果然跟上次那个不太一样 这跟图片有区别 你看图片感觉非常厚 对吧 然后炸骨了 实际它是非常薄的 这个东西很神奇啊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这两年呢 新出一个零食 就是国内有卖的 这么大概这么粗一个 底下有个塑料盒里边 装了一片片 像不仅仅装个长条状的 大概在一块五到两块五之间 这么个价位的东西 我想不起来名字了 不过这个东西吃着 跟它口感非常像 有一点点类似于薯片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味道呢 也比较像国内的 什么披萨味啊 基本都是这个味的 非常香 像 我想不想这个零食叫什么 反正国内很多都卖那个 小饼干 就是这东西 一模一样 味道一模一样 吃不起薯片的小伙伴 可以考虑一下买这个来代替啊 因为在国外 薯片和薯条 其实都还蛮贵的 薯条自己炸很便宜 薯片的话很贵 薯片一包都要 都要人民币15块啊 跟国内一包比也没有便宜到哪去 薯条的话 就便宜了 10块钱 就15块人民币可以买 大概一公斤这样 然后你回去自己炸的话 就变成了炸薯条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直小白 有互动 拜拜 如果今天不上班的话 我就依然带你们出去玩